十年窗口期决定人与人的分层 网上有人说从学校毕业走进社会就业与工作 五年是一个轮回 我看其实这是不够的 根据我对周边的不少人成长过程的观察 一般而言这个成长的窗口期为十年左右 这个过程包括 学务职业探索专注发分三个阶段 经过学务与职业探索两个阶段 一个人开始变得比较成熟不再是巨婴 并经过在多个职业与多家工作机构尝试 找到了工作的乐趣与喜欢的职业发展方向 在这个阶段一个新人不要走不懂事 探完依赖别人 要精早觉悟到自己对自己的责任 不要在觉悟与探索阶段耗费时间太长 而在专注发分阶段做到忠诚于企业忠诚于事业 根据马尔科姆格拉德维尔提出的 一万小时定律只要经过一万小时的锤炼 任何人都能在某一个职业上从平凡变成超凡 注意这里不是指一万小时的不断重复 而是需要在做事的过程中不断反思改进 社会给每个人的每个人生阶段都有任务与评估 这个从学校毕业走进社会就业 与工作的十年窗口期结束后 如果你还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单位与职业 还没有一定的事业成就 别人与社会就容易把你看扁 就不会再把好的职业发展机会给你 我有两个老部下工作起点是一样的 但十年后差距拉得很大 比较成功的这位 开始也不顺但比较快地成熟起来 从抱怨公司与运气到认识到成败决定于自已之后 便换了一个人士的 积极靠拢组织把公司设为内部创业的平台 机会与事业 主动融入公司文化 任劳任怨做到耐烦与坚持 如今已成为公司合伙人在北京开上了宝马 买了房娶妻生子过上了好日子 当初与他一同进入公司的另一位年轻人 这十年来一直在跳槽始终未认真长久 投入一个企业一个行业一个事业 他什么都想干但什么都干不好 指望通过不断换工作来改变命运 如今仍然是一个收入不高的基层员工 主动承担责任才会带来机会 具有成功特质的人干什么都比别人强 早在2006年而言 大学毕业的张一鸣进入旅游搜索网站酷序打工 做一个普通工程师 一年后他就成为了技术高级经理 手下管理着40多人还担任技术委员会主席 为什么他在第一份工作就成长很快 他自己说 我工作时不分哪些是我该做的 哪些不是我该做的 我做完自己的工作后 对于大部分同事的问题 只要我能帮助解决我都去做 当时CodeB宗大部分代码我都看过了 新人入职时 只要我有时间我都给他讲解一遍 通过讲解 我自己也能得到成长还有一个特点 工作前两年 我基本上每天都是12点1点回家 回家以后也编程到挺晚 确实是因为有兴趣 而不是公司有要求 张一鸣做事从不设边界 当时他负责技术 但遇到产品上有问题 也会积极地参与讨论想产品的方案 很多人说这个不是我该做的事情 但他说 你的责任心 你希望把事情做好的动力 会驱动你做更多事情 让你得到很大的锻炼 判断一个人在职场中是什么样的人 有多大的发展潜力 在公司遇到有困难 有麻烦的工作时 从他的习惯用语就能看出来了 具有领导潜力的人会说 这个是我负责到底 具有执行力的人会说 这个是交给我来干 而没出息的人往往会说 这是为啥找我 这是我不会 这事不可能完成 一个员工只要敢担当 就把50%的竞争者甩到后面了 修行决定成长 当一个人把工作视为谋生手段 他就会应付着工作 能交差就行 能力也得不到提高 而优秀的人把工作当成修行 在工作中做每一件事都尽心尽力 孜孜不倦 切而不舍 精益求精 他们把工作过程本身 看成磨练人格 提升人格的过程 有这种心态的人往往能力进步比别人快 把平凡的工作做得不平凡 还很快乐并顺手把大钱赚了 把工作当成修行的人都有以下几个特点 利益不计较与攀比待遇 他们注重先把能力与绩效搞上去 平庸者追着薪酬走 一味看中工资的高低 一无所长却没有想过增强 学习工作经验和职业技能 而优秀人才被薪酬追着走 他们更看重宝贵的工作经验 踏踏实实地去学习业务技能 相信只要有实力 以后无论到哪都能赢得高薪这种人 都是明白人 他们知道人力资源市场 也是一个交易平台 每一个能力与绩效等级都有明码标价 薪酬不是弹出来的 所以不要抱怨 只要先把能力与绩效搞上去 靠砍价实力比照对应的薪酬 当此自然就会获得英勇的回报 第二把问题看成学习 与提高自己的机会 平庸者总在工作中抱怨问题 害怕问题躲避问题 而没有想方设法去解决 把工作当成修行的人 是遇难而乐迎难而上 把问题看成学习 与提高自己能力的机会 在工作过程中 碰到问题与困难 会冷静地分析原因 并想尽各种方法 去比较去尝试 直到问题得到解决为止 第三工作自己找 想在上司前面 坐在上司前面 把工作当成修行的人 面对本职工作 有主动性 有自觉性 不像平庸的员工 需要上司推着走 在工作上 处处被动执行力弱 优秀的员工 都是工作自己找 有自己的计划和目标 做事有章法 有流程 有重点 并且想在上司前面 坐在上司前面 遇到问题 会有逐渐地 积极与上司沟通情势 执行力很强 第四 在个性上 外援内方乐见批评 把工作当成修行的人 不会以自我为中心 听不尽批评 不会做一点小成绩 就自傲 他们为人谦虚低调 乐见批评 善于协调好 与领导同事的关系 第五 有自己的职业发展规划 不甘平庸 平庸者走一步 看一步 得过写过 业余时间 都耗费在喝酒打牌 看电视 打游戏 等娱乐上 而把工作当成修行的人 有远大的职业发展目标 下班后 会抽出时间 反省过去的工作 并进行思考与学习 本视频根据作者 东方营的文章制作 感谢观看